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美国定下围堵中国的战略之后 奥关海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如果大家还有意象的话 那么就应该记得当时全网疯传一个美国小姑娘 看到从阿富汗回来的军人爸爸时 哭着扑过去的画面 因为这一幕绝对不是所谓的偶然被拍下 而是美国中刑局的精心策划摆拍 由好莱坞专业制作团队包装导演 灯光 场地 围观群众 一切都恰到好处 美国如此宣传的目的 就是为了顺理成章的从阿富汗撤军 虽然没有一次性撤走 但是起码开了一个头 而这个开头的背后 隐身出另外一个问题 撤走的美军去哪里了 真的是回家哄女儿去了吗 不是的 第二个征兆发生在日本 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较大的地缘抓手 此前美国煽动钓鱼岛之争来刺激 日本又一上台 日本财臣半夜离奇被杀身亡 中日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协议被搁置 中日之间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但是今天 中国却再次和日本签署了自贸区协议 以及人民币日元互换协议 周小平要提醒大家的是 日本是被美国深度控制的准殖民地 基本上证据都是美国说了算 此时中日突然恢复经济合作协议 背后很难说没有美国人的默认 实际上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默认中日经济协议合作恢复 是美军临走前的一道双保险 这样可以确保自己离开之后 中日不会发生战端 而是会共同发展经济和贸易合作 美国松绑日本经济对华合作权 就是要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东了 此为征兆之二 第三个征兆发生在沙特和以色列 美国又在中东做了什么 美国同样找了两个点来刺激伊朗 首先是沙特 沙特本来不想打仗 但是美国逼着他上 他也不得不上 这一点和当初的菲律宾很相似 菲律宾也不想和中国开队 但是美国逼着他上 在美国的威逼下 王楚萨勒曼曾经失踪长达一个多月 王宫里传出枪声 随后 沙特大举脸动 多国混编攻入也门 而也门的背后 就是伊朗 沙特被逼着跳出来搞也门袭击 实际上和当初菲律宾被逼着跳出来搞南海仲裁 是一曲同工之妙 而作为犹太资本的核心立足点 以色列也同样站出来有了致命动作 如果说新加坡所在的马六 贾海峡是华人通商的咽喉种地的话 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中东人和犹太人 必争不可的盛成 新加坡当年叫嚣配合美国封锁马六甲 而今天以色列则直接配合美国迁移使馆到耶路撒冷 有了这件事 整个中东就坐不住了 大战一触即发 以色列先发制人 枪杀巴勒斯塔平民 轰炸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驻军 美国不认为一个耶路撒冷或一个沙特 就可以搞定中东 但美国需要这样的一个借口 先让中东乱起来 然后美军就有了介入的理由和借口 没有理由创造理由 没有借口创造借口 讽刺的是 美国这种众人皆知的政治手腕 即便重复使用一千万次 却依然十分奏效 所以综上所述 美国启动伊朗战争几乎已经是定局 三大先兆已经全部显现 然而最麻烦的是 中国对此还不能像伊拉克战争那样 置身世外吃瓜为官 毕竟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稳定与否 是事关人民币石油结算和中国能源通路的关键咽喉之地 战争一旦开打 中国的经济对外拓展 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也必然深受影响 因此随着局势的紧张 未来的中国股市和房地产 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连续冲击 对此 我们要早做准备